第一場賽事 首先介紹第一場賽事 之前頭一兩個彎已經打完了 現在打第三個彎 紅方的林烈棟51KG 對著南方的譚德輝51KG 進行第三個回合 今天很高興請到江富德師傅和林楚文師傅 作專業評述 兩位師傅你們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江師傅 我先講講 今天邀請到世界華人武術忌擊聯盟 作為我們的權政裁判 在第一二回合 林烈棟是紅方拳手 代表富德拳館 是佔優勢的 林烈棟主要是打腳和失蹤 以這個譚德輝的強項是權的 看過往的紀錄 有顯示 林烈棟五戰五勝 對 五戰五勝 都是用低數角KO對手的 技術升級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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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主動攻擊的 身材 比對方高了三寸 變成是主膝 利用自己身材 發揮自己的強項 剛才看到林烈棟拋低了對手 他現在打的是KF分禮 一會兒江師傅會和大家詳細講解 這場比賽 現在林烈棟是七 對方只有三 以分數來說 林烈棟是佔大優勢 除非譚德輝能夠用KO方法 擊倒林烈棟才有機會獲勝 最後十五秒 剛才看到 卓德在泰拳撲擊力 是沒有分的 現在雙方糾纏 還有幾秒鐘就結束了 看來好像林烈棟信心實足 應該是順利獲勝 師傅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今場打的KF分禮是怎樣的呢 KF分禮是用拳腳爭失攻擊的 雙方糾纏不能超過五秒 雙方糾纏的時間 只能互相攻擊三失 立刻要分開 然後繼續作賽 是誰 是誰 還欠了 搶太好認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洪光聖 是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洪光聖 富德拳館的林烈棟 勝出51KG 恭喜 謝謝 謝謝 一分裁判了 離機 欠了